我也有一个 但是薛之谦你不许说我唱难听 我最多说不好听 今天不能 最后一期的没机会了 那你就把这歌词念出来嘛 我不要 我要唱 等一下 KIMO老师一定不要跟 求你 求你 你反正也跟不上 对 老爸 老爸 我们去哪里呀 有你在丢天不怕地不怕 老辈 老辈 我是你的大叔 你爸是哥米老五 真的 那到底是爸还是书啊 关系好乱哦 这公开一段关系了嘛 对 对 这个当时唱的时候 真的就引起大家的歧义 后来那段时间大家买房子 首先就要受罗小姐 隔壁住的是姓吴的 还是住的是姓王的呀 但很多周杰伦的歌 都听不清楚歌词 对 既舟物的律师的汤 既舟物的律师康 既舟物的律师康 你不满的律师康 这小光彩不得一米宽的金 我走这后为这汤 这把国家听于家世 既舟在你望 你都听不清 但是也不妨碍别人对他的喜爱 这个写歌词就很好写啊 对不对 方文桑为什么这么好转 你知道吗 那随便写 唱错了都没有人知道啊 还有一些什么歌 《寂寞保人手》张慧妹的歌 或许换个新伴侣 就不再生门期 新伴侣 这个倒是很难唱清楚 因为是前后鼻音的事情 好 接下来升级版 是这样 让大家猜一猜 这是什么歌 我说伙计 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吗 Angela 看在上帝的份上 我有点礼物要送给你 我的心情糟糕透了 真的吗 说吧 那赶紧送给你吧 我说是什么 这么黑 这是 主单的 这是什么歌 黑风里那双南东阳 修身更美啊 云在乎 这个太简单了 好 来来来 咱来个升级版的 大爷 我给你唱一首歌吧 你唱歌不是跑掉吗 我不跑了 不跑 要不大爷跑 我给你唱一首吧 你唱 你唱 小燕子 穿花一年 我爱你 我爱你 来来来 你演大爷 我演粉丝去 好 演完了 猜猜什么歌 不知道了吧 预备 走 大爷听过我的歌 小火轻过我的脸 天呐 山上的彩花 红烟烟 一遍又一遍 下去吧 下去吧 毛烂的梗 不会啊 我觉得还不错 圆跟那个聪聪那个是最好的 对 大爷听过我的歌 小火轻过我的脸 这个特别的写实 所以我觉得我们听歌的时候 还是要认真的先看看歌词 因为写词也很不容易啊 像我老婆写词 她其实就非常的 吹毛求疵 像很多那种断句不对的 她都不行 断句不同 情绪一下就不一样 用心两苦的最后一句歌词 一声爱错放你的手 是这个意思呢 还是一声爱错放你的手 不同的唱法 就会有不同的表现 对 一声爱错放你的手 就是一声爱错放你的手 一声爱错放你的手 第二种感觉就很浓郁吧 一声爱错是因为放了你的手 一声爱错放你的手 一声不会护士才会 好 大家同意那个沈梦诚提案的 请拍桌子 接下来我们现场的初级特工 有没有人要提案的 好 特别美丽的十七 我发现地球人都有病 为什么 为什么 比如说最典型的强迫症症状 一起看 LED 这种饼干就一定会想退货 会想换 然后那个书要么就去掉 要么就扔掉 有的话请举手示意 您会想着要把它转过来吗 会 不会 你不觉得这样看起来不舒服吗 不会啊 我也不会啊 而且我看这张照片看很久 我都不知道哪里出错 那你真的是有病啊 大家有没有吃这种药片 要按顺序吃 要按顺序吃的 请拍桌子 那个药片你不会按照顺序吃 有时候就随手抠都有可能 我不会按顺序这样一个个吃 这张支部好病的 我是吃药 把空的要剪掉 然后留下来有的 如果像这种的 一排有 一排没有 我就会认可多吃一粒 真的 不怕毒死你自己 这么说的话 就是你在家里挤牙膏的时候 是不是必须要从下往上挤 不能从中间挤 那当然 我都是从中间挤 你好可怕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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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正常出门要背可以 但是比如说你跟我聊事情 然后你这个包背在 你觉得这一直拽着 我就会希望你把它放下来 如果一边聊天一边这样呢 丹姐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怎么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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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叫奶 丹姐跟你聊一聊 丹姐 你等于就是说 你不愿意看到一个人 在你面前承受过多的压力 对 许狐 你有什么强迫症 我跟家人吃饭的时候 需要把桌上的菜都吃完 这个不叫强迫症 这个叫优点啊 没有 就是剪刀手部 输的人吃啊 叫别人吃 强迫别人吃 反正就是一定要光盘行动就好 对 还有嘟嘴 嘟嘴的强迫症 好美哦 好美哦 可是这样遮着脸会挡住镜头 就强不到戏了 你下次可以尝试一下 遮着的时候呢 把舌头伸出来 好脏啊 这个整一段我垮掉了 死变态 但我觉得这个还好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有强迫症是什么样的 就是他给别人打电话 打一个 别人不接 然后可能人家就回过来了 他就必须得找到那个人 就是不接 我就打200个 不停地打 不停地打 打到他为止 这种人好可怕啊 没没没没 你别把你老婆的事 说成你朋友的事 你好聪明啊 其实我是处女座 然后呢 处女座是强迫症的鼻祖 就一定要三天两女 那是假的 我出去比如说吃自助餐 必须是要蔬菜一口 肉一口海鲜一口 就是不能说我先把海鲜吃完 再吃肉 我不行 还有一点是你一定要别人买单 我也是处女座 我必须得平反一下 我没有她那么可怕 但是我 但是我